胡老板 你很不了解我们日本人 大和民族是非常注重情义的 上一次 你帮我们把那批货运到了虹口 我这次来 是再次真心感谢的 岂敢 岂敢 胡老板 知道白川一泽将军吧 听说过 就是报上说的那位 坐着军舰来 躺着棺材去的 白川一泽将军 非常喜欢你们中国的茶 可惜在虹口 被你们的乱党分子刺杀了 所以现在日本上下 对中国的形势 非常的担忧啊 听您怎么说 不 您还真不是什么买卖人呐 胡老板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我是日本上海派援军 中野连队的指挥官 那真是失敬了 失敬了 你上次帮我运的那批货 就是一批非常重要的军用物资 所以 你现在是大日本帝国的 公臣 我 我 我胡某怎么会是个公臣呢 我胡说 我买到你 你 我走 我发生了 你 我把你打开了 你打开了 我发生了 你不想到你 你把我打开了 你打开了 我把你打开了 你打开了 可是一辈子的事 没事 不会 回去吧 回去吧 好好歇着 明天再来 我年轻 没事 我能干 这个钱呀 不是一天能挣到的 回去吧 回去吧 日伍 行了 行了 回去吧 注意身体 回去吧 快点 快点 二姐姐 走吧 走吧 慢点 站住 你以为戴着帽子 我就认不出你了 给你 虎文林说了 你要是愿意去的话 他就愿意收留你 林木先生 咱们换一壶茶 这是上好的西湖龙井 在中国 这种茶被称为 茶中之贵妇 贵妇 富玉芳香 很香 我 我想请教胡老板 对现在的形势 有什么看法 林木先生 你说的这些 我都听不懂 我是个生意人 这么说吧 我只对有利的事情感兴趣 我都听不懂 胡老板 真不愧是生意人 好 我今天跟你谈一笔 大生意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 你代表上海的帮会 在我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我希望你 尽全力地帮助我 听起来 听起来 这事真有些大 我怎么敢保证 你们不会像民国那些官老爷一样 我帮你们擦完屁股 你们就一脚把我给踢开 你大可不必怀疑我的承诺 你要知道 在日本帮会是一支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 百川义泽将军罹难后 我们深感要征服远东这座最大的城市 靠武力是不够的 需要你 需要像你这样的中国人 才能够完成大东亚共荣最后的胜利 这么说吧 我能得到什么 我不是一个喜欢说空话的人 只是我的一点诚意 里面有我的地址 你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我 对 你是不是 李 陈牧先生 胡某认识你 真是三生有幸啊 马烈 去老政兴 定雅间 今天晚上 我要和陈牧先生 异罪方休 是 这一会儿吃什么去啊 看点好吃的看多了 一会儿去看看 您找谁啊 请问李子健先生在哪里办公啊 在里边 谢谢你啊 日本人 占领东三上还不满足 现在又基于华北 我们这次啊 销毁日货 就是要警示日本人 中国人啊 可不是好欺负的 说得对 经过目的啊 几家大圣上都在销售日货 我们先从哪一家开始呢 当然先从东亚开始 它可是批发日货的源头 明天的目标就是东亚 对 明天就去东亚 秋月 你好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来看你 我给你买的茶鸡蛋 你买的 看你忙的 也顾不上好好吃饭 有空别忘了回家看看 你爸爸很担心你的 我走了啊 进来坐会儿吧 不了 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 就这么办 四剑 聊什么呢 明天我们可是去东亚销毁日货 你想好了吗 不是早就商量好了吗 是商量好了 子剑 东亚可是你父亲的公司 对啊 只要有日货 就应该烧 好 好 说得好 你带的什么呀 茶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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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蛋最好吃了 谢谢 这不是给你们买的 给我 给我 行了行了行了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给我一个 行了行了行了 咱们大家疯吧 给我一个 来给你一个 乖乖给你打来 任经理 任经理 我 我跟你说 快点快点 轻点轻点 来来 给我们出去 来 再放一把 放一把 手 放一把 快点 来来 轻点轻点 走 臣闹也得麻将急了 方便不吓死 其之日货 其之日货 其之日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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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守国为日慌 守国为日慌 同胞们 日本人觊予我中华九义 九一八东三省沦陷后 又挑起一二八事变 现在又要搞什么 华北自治 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今天我们到这儿来 就是要表明我们中国人 绝不屈服的决心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焚烧日慌 就是要向日本人宣称 我们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决心 对不对 对 好 大家跟我走 守国为日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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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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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一心的盐老板 昨天被逼得没办法 只好自己拿出一批日货 真是我们分烧日货 当时那个表情啊 比烧他们家还难受呢 哎 子剑 你准备怎么写这个盐老板 爱国商人 爱国商人 子剑 你开玩笑的吧 他还爱国 他那明明是被我们逼的 可是称他爱国就可以 带动一大批中间派的商人 不卖日货 好 主任 吴主任 主任 好 坐 坐坐 说实话 你们焚烧日货 我并不是特别支持 但是特殊时期 他也是发动民众的办法 你们要记住 关键不是焚烧日货 而是唤起民众 尽量拉拢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 吴主任 有您的支持 我们就轻松多了 对了 子剑 你准备怎么嫌你父亲 是 东亚大老板李清达呢 对啊 谁都知道东亚是洋货的批发商 他那里怎么会一点日货都没有呢 恐怕是谁走漏了风声 把日货藏起来了吧 对 有这个可能 他就写 亲日商人 子季 子羽 都给我下来 人都死到哪儿去了 星达 你回来了 什么事发这么大的火啊 孩子们呢 子剑说要赶稿子 子羽去学校拍话剧了 都不回来吃晚饭了 他们去烧我的公司 什么 你说 我辛辛苦苦创下这么大的家业 我图的是什么呀我 我 我还不是为了他们兄妹俩 能过上好日子 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伤我的心呢 我不想从想到 我这人是干烧的 会为了 是干烧的 严老板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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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严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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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要分调人 严老板 你怎么看这称号啊 是啊严老板 我是一个民族工商业者 本烧日货没有别的目的 只有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 爱国 爱国 丁老板 您等一等 人家说我们卖的是日货呢 先生 买这笔吗 秋月 你听说了吧 咱们东亚李老板是亲日商人 胡说 你听谁说的 报纸上说的 看看 写的什么 说东亚藏匿日货 他们怎么晓得的 都知道东亚是批发日货的 那么多人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不是藏起来是什么吗 真没想到 我们躲过焚烧日货 却得罪了学生和记者 你的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 是秋月告诉我的 就是金笔柜台的那个秋月 是啊 我是一个商人 我不管政治 商人是以利益为最高原则 只要能赚钱 只要能赚钱 不管他卖什么东西 可是这下好 我就是跳进黄河 我也洗不清了 卖日货不代表亲日 不卖日货也不代表反日 我看这些学生和青年 他们是头脑发热 瞎折腾 可是你看看 谁还敢到东亚来买东西啊 我成了亲日商人 他严鸿生倒成了爱国商人 他爱国 我不爱国 你叫我 你叫我怎么面对我的员工和顾客 我 我知道我 他在 goat 我 我 你的 他37年 我 小 来 多吃点 谢谢妈 子敬啊 我看你把家都快当成旅馆了 你不愿意见你爸爸 你也不愿意见我这个当妈的 妈 我这不都回来了吗 回来了 你大概吃完这顿饭 又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吧 妈 今天我吃完饭 哪儿都不去 就在家陪你 来来来 来 多吃点肉 最近啊 都瘦了一圈了 还是我妈疼我啊 子敬啊 你爸最近 怎么提到你总是生气啊 连子余也跟着挨骂 你怎么惹她了 你没看报纸啊 妈 报纸上怎么说 妈 报纸上写我爸是亲日商人的那篇文章 就是我哥写的 你写的 那你赶快出去躲两天 别在家呆了啊 干什么呀 你不是刚才还说 嫌我哪家当旅馆的吗 我哪晓得你闯了这么大的祸呀 赶快去报社躲两天 等你爸气消了你再回来 有那么严重吗 妈 我今天回来 就是想跟我爸好好谈谈 你可不能把你爸气出个好歹啊 怎么说他都是你爸 你放心吧 妈 我今天回来 就是想让我爸出气的 好了 快 赶紧吃吧 太太在吗 太太在 少爷也在 回来了 紫荐都跟我说了 他还嫌外面搞得不够乱啊 还搞到家里来了 他说了 他今天回来就是等着挨你骂的 我看啊 你少说他两句 省得又把他骂跑了 我才不会骂他呢 今日商人 他说我是我就是了 你回来了 爸 爸 妈 来 坐吧 来 紫荐 坐 紫荐啊 最近 你们销毁日货的行动进展得怎么样了 还可以 其实我呀 是很尊重你们这种爱国行动的 爸 我也去爱国了 你 紫荐 这事你要是早告诉我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现在倒好 闹出一场误会来 爸 你事先就已经把日货给藏好了 这还是误会 这真是一场误会 是你介绍的那个邱月啊 他告诉任经理 唆使任经理啊 藏匿日货 不过现在呢 我已经宣布了 开除邱月 扣罚任经理一个月的工钱 你把邱月开除了 像他这种亲日分子 东亚怎么会留呢 爸 他一个乡下女子 他拿走什么亲日不亲日的 你现在把他开除了 他以后怎么生活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反正 东亚 已经把开除亲日分子的消息 公布出去了 现在你该相信爸爸 爱国了吧 爸 你这是在找替罪羊 爸 我有事先走了 家里来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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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开除了 怎么会呢 他帮东亚这么大的忙啊 都跟他说了 不要管人家的闲事 你们就是不听 不是 别说了 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别问我 你去问他 黄泊车 黄泊车 不拉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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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拉就不拉嘛 你羞什么 我羞你怎么拉 你骂我两句得了 这 不是 秋月 怎么了 你骂我两句我心里就好受了 喝水 那个 何老伯 我干活去了啊 我干嘛 算了 我看你就跟我在这修比吧 你反正有文化 闲不住的 来 家里来信了 说什么 爹说今年家里收成不好 债主上门讨债 你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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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众听应 Creative 你不认识了 你不认识了 你们还没没什么 我 优优独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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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mid, Saya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靠吗 您放心 他干这行很多年了 先生 太太 我干这行都三十年了 这几年兴阳衣 生意清淡 我也不会答应虎爷这活的 那我还要感谢你给我面子 就他一个人哪 到时候他会带个徒弟 都跟他讲清楚了 都讲清楚了 谢谢太太 谢谢先生 你觉得行吗 你是担心小的 还是担心大的 什么呀 沈先生 沈太太 还有什么吩咐 上次说的那事 还得你来张罗 您放心 提前两天告诉我就行 这件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天知地知 到时候 我会派一个最可靠的人去 这事 我要你亲自送到我家后门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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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菜 强子哥 给你拿着 当早饭吃 我不呀 你留着 可香呢 你闻闻 秋月 你留着吃吧 我知道你不舍得买早饭 你拿着 你就在和老婆这修笔摊啊 你说这修笔摊吧 最多也就能维持 一个人的生活 你说你待这儿行吗 我马上就出去找活干 要我说咱就回乡下吧 你说咱回乡下干什么不行啊 养养猪 养养鹅的 怎么不能过日子 你说在这儿咱们 阿忠等你呢 快走吧 阿忠那儿不要紧 我跟你说正事呢 真的 别让人家等急了 反正你好好想想 嗯 快去 我走了 嗯 咱唐 咱到你了 那我本人找了 咱找了 咱们 咱咱们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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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胡爷 去哪儿 爷 随便 干什么呀 你 哎 上海滩就是这样 名声搞坏了 到哪儿人家都躲着你 我看 百货公司是不好去了 以后 找个别的地方去干干吧 鸡蛋 你要颠死我呀你 伯爷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咱们哪儿也不去 就这儿聊聊天行吧 我问你 你说是这坐车舒服呢 还是拉车舒服 你自己拉一次不就知道了 我脑子没你那么不灵光 这有些人哪 他明明是坐车的命 他非要拉车 你说这是不是天生的穷命啊 天生的穷命也比坐孽强 我要是不坐孽呀 你妹妹和你那个小相好 能来得了上海滩呢 那是你给骗了的 那是你给骗了的 好好好 随你怎么说 可是我知道 你妹妹对我是心存感激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是我 她还在乡下起早贪黑的种地 如果不是我 她还要在鸡院里伺候那些臭男人 你看她现在 沈局长家的太太 你妹妹有一点比你好 她知道便通 她知道这大上海的路啊 四通八达 可其实给人的路呢 就两条 一条是阳关道 一条是独木桥 只要你在上海摊走对了路 这么说吧 你就能出人头地 爽爽快快做爷 我呀 这辈子也做不了人爷 您呢 还是踏踏实实坐您的车吧 强子 你说你几次三番的啊 到我这来捣乱 我都没跟你计较 为什么 我真的是看中了你一身本事 这样吧 只要你愿意到我这来 我随时恭候 你不愿意到我这来也行 好不好 你去替我管那个码头 几十号兄弟归你管 一样吃香的喝辣 胡爷 咱是考虑考虑 到底要去哪儿吧 你还别说啊 你们兄妹俩还真有几分相似 行 有什么事记得来找我 滚吧 这钱我不要 县招喜于宫庶明 名额有限 有益者从速 哎呀 这是不是很累啊 是啊 肯定很累的 走吧走吧 走吧 雨姐 那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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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你们这儿是要招宫吗 是啊 你知道做什么吗 给医院做洗衣工 知道吗 那就是这样 洗衣服的时候呢 要小心一点 要是发现有破的 及时告诉我 不然洗了以后 以为是你弄坏的 你是要赔钱的 供钱是一个星期一节 怎么样 我干 行是吧 好 跟我来吧 余余姐 余姐来了 这是萧姐 萧姐您好 你好 你好 你跟她一块儿起啊 你们俩每天轮流值班 每天把衣服洗好 晾干后才能回家 知道吧 啊 另外啊 这是你的工作服 工作的时候穿上 这椅子要省着用啊 不许套着往家拿 抓住了 可是要双倍罚钱的 知道吗 好 你们干活吧 别弄着 吃饭吧 疼啊 怎么了 我看看 你当心点 我跟你说 这洗衣服的活你就别干了 能找到这个活是很不容易的 我是说这根本就不适合你 你说你啊 识字 应该干一些比这更好的工作 哎呀你就别弄了吃饭吧 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在上海滩吃饭是第一重要的 我看洗衣服也没什么不好的 就是 我算过了 要是我每天都能洗这么多衣服 一个月我能挣六块大洋 我要是能再找点别的活 那就更好了 秋月你这回可要长经验了 不该你管的事千万不要去管 她不好说 阿姨啊你看你放心吧 小姐 我看今天要洗的衣服 比昨天少多了 这里一般是周末的衣服才多一点 因为星期一个个病房的床单呀 被套啊都得换 还有再就是手术多的时候啊 洗得多 那这也不是很累啊 可不是吧 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寄件罚工资呢 你不知道 原来不干的人都是嫌活少 不挣钱才走的 小姐 今天把这个也洗出来 好的好的 我跟你讲啊 你多巴结巴结余姐 她要是高兴了 会多给你事情做的 哦 谢谢小姐 就是她 先生 先生 醒醒 先生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打烊了 你们干什么呀 是啊 没见我这睡觉呢 我是看时间不早了 怕你耽误事 滚蛋去 你们管我有没有事 既然没事 就把这酒 这仗给我结了 我说你们家什么规矩 我酒没喝完 结什么仗啊 我一把火把你店给烧了我 你要是想吃白食 故意找茶 我告诉你 来错地方 你这娘妈还挺厉害啊 我就告诉你了 我有钱怎么拉 我有钱也不给你 你 怎么着啊 跟我玩这个是吧 你怎么着啊 你怎么着呢 帮你吧 你怎么着呢